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自己 对啊 是我主动的 但是你也没有抗拒吧 对吧 抗拒了 你别乱说 谢谢大家点赞 谢谢我们点赞 他说有一个综艺找他们以前参加过选秀胡调的人 然后重新一起去参加一个 他不是参加选秀胡调 他就是就要我去参加综艺 然后当时我就说算了 我应该参加不了 我公开了 我说我有对象 然后他就说没事啊 你过来试试吧 他说我们都很靠你 然后就硬要我去参加 我说行吧 我们都会什么你 他们觉得我很合适 说很看好你 他们都觉得我很合适 他以前认识你吗 他以前认识你吗 不知道 那他是怎么联系上你的呢 就加我工作后 他不是骗子吗 那就看好你了 人家都他都不认识你 以前跟你也没接触过 就是看好你了 他可能直接互联网刷到过我啊 他说来说他来成都亲自面试你吗 他们在节目中都是全国 就是全国都有面试点的 那他确定吗 那你去面试吧 还让我去啊 当时我都推脱了两三次 我说算了我别去 我还是还行 他就说没事 他就说他就说我可以 他就一样我去 说试试 那你去还怎么去啊 他就让我去 我说行吧 我再试试吧 几号去啊 还没定 反正定下来你就一定会去呗 面试去看一看呗 如果一定面上了呢 退一万步来说 面上吗 退一万步来说 感觉应该面不上 退一万步来说面上了呢 就去参加 那我怎么办 你是没我活不了吗 你怎么办 你对我都不好 我又对你不好 你看你天天说我对你不好 那我就真的对你不好 如果你天天就说老婆对我好好 老婆就是天下最好的老婆 那我就会越来越好 我就要去 不管你面上 我就要去 那去呗 你看我怎么就我面上 我就说我不要你 就觉得我面上 又不要你了 我是觉得面上了 你跟 你跟 是全部都是男的吗 我不知道啊 跟十几个长得 那么十几个男的 一起生活 一起玩的 我有点 我有点不高兴 听着 嗯 那咋了 对啊 那咋了 你当时不吃醋 你再也不说你 我当时又不认识你 我吃哪么就是吃了 你不最爱吃醋 你不最爱吃回头醋吗 你不最爱吃回头醋吗 你不最爱就是我小时候吃全都吃吗 我感觉我六岁 但凡你都知道 如果我六岁跟个男孩子亲嘴 我感觉你都能吃到六岁去 你不也一样吗 我感觉他都吃到六岁去 哇靠你六岁跟别人亲嘴 那些事情我觉得很恶心 我就过不去这个卡 我还不了解你 你不一样吗 我不一样啊 我就不会吃你过去的 我高中的时候 我高中我高中的时候亲过一个男生 对我知道 你过去了 这是过去吃了 哥哥你亲谁 不管我事 哦那你也是啊 对啊 那你以前的事情也都过去了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现在也不一样 你现在去参加 如果说跟十几个男的 要一起生活一起玩 我肯定不高兴啊 去试试吧 我感觉多半不行 我反应最大的地方就是 如果说这个综艺 你全是男嘉宾 我唯独只有这一点 那女嘉宾 你都能跳起来天上 我靠你跟女嘉宾去 这么多女嘉宾 对女嘉宾就绝对就不能去了 男嘉宾也不能去 男嘉宾也不能去 男嘉宾的话 我就应该去录那种 男嘉宾 我开始了个宠物的综艺呗 男嘉宾我就跟你 男嘉宾我就跟你一起去 男嘉宾也不行 女嘉宾也不行 女嘉宾那更不行了 哦呦 你跟你女嘉宾天天接触啊 你是练练练综的吗 你家里还有个我 你知道不 你去那里跟你嘉宾干嘛呢 你看 算了反正 这事情一天天 男的也不行 你的也不行 反正这事情也是讲 我去跟狗录呗 反正这事情也是讲的算 不跟你掰扯 我头痛 就是 即使 你 开了 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